據CNN報道 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當地時間8月30日 發生一件令空中交通控制員感到震驚的事件 兩架客機先後向控制塔報告 看見一名穿著噴氣設備的人 在飛機旁邊快速飛過 當時是在他們地面3,000英尺 大約914.4米的高空中飛行 控制塔就什麼都看不到 而監察設備也沒有紀錄 美國航空總署介入調查 目前並沒有結果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已經向當地執法部門發出警告 並調查這些報告的記錄 洛杉磯警方和FBI也介入該調查 希望了解事件 FBI對此表示 正是努力確定當時的情況 通報案件的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最新回應說 尚未發現任何攜帶噴氣背包的人 有人質疑那個是否真是人類 而航空總署回答是未能確定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專欄作家 退休美海軍上教史提夫·金德亞說 噴氣背包如果撞擊飛機 可能令飛機墜毀 買傷,攝影,然後距影 拍透了兩陣子 對此 asi的 表現